Hello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悬疑惊悚剧《怪物》第九集 这集讲到伴随着郑默之死,案件也随之落幕 韩周元作为此案的功臣,本可以升官,但他却坦白自己钓鱼执法,害死了李金花 无论上集提出怎样的惩罚,他都欣然接受 郑默死亡三个月后,东芝把郑默家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右燕的尸体 一天夜里,东芝在郑默家找到了一卷录像 录像里,郑默告诉东芝母亲,东芝当兵去了 他们要拍些视频给东芝发过去,让他不用担心家里 录像里妈妈对郑默说的一句话引起了东芝的注意 因为家里施工的事,辛苦你了 同事听到施工二字,突然想到右燕可能被埋在地板下 两人抡起锤子朝地面砸去,可惜依旧白忙活一场 隔日,派出所小曹看着普正几何东芝的晋升合照 感慨到最该晋升的韩周园却砸了自己的饭碗 同事小王充分理解韩周园的行为 这世界本就不平等,有的人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 旁人千载难逢的机会 韩周园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 经同事这么一说,小曹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富家子弟的资源 随后两人又说起东芝和韩周园最近的动向 让他们不解的是,受到刺激的东芝没休假 韩周园却休假三个月,销声匿迹 最近,东芝时不时在镇墨家里搞拆迁 惹得邻居们很不满 派出所也因此接到许多投诉 这对本就紧力紧缺的派出所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另一边,东芝正带着智勋一起巡逻 自从镇墨死后,在一消失了三个月 智勋一说起这件事,东芝就转移话题 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巡逻途中,东芝偶然发现在一在店外放了很多酒瓶 他察觉到不对劲,垃圾卷帘门 眼前的一幕令人头疼 之前因为聚众赌博被抓的街坊 竟然躲到在一店里接着赌博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东芝只好叫他们带回派出所 警员小曹的妻子也在参赌人员当中 不知道内情的小曹认为东芝在小区大作 东芝摇了摇头,这次可不一样 他发现街坊们不知道向谁借了外币作为赌资了 而且他们的赌博金额越来越大 小曹听到后火冒三丈 立刻走向惹事的气子 派出所顿时一片混乱 这时消失了三个月的韩州员 突然出现,向所长提出复职申请 话音刚落 派出所内的警员都收到一条信息 在一出现了 而且自愿被文州警署传唤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审讯里,再一主动告诉吴警官 郑末出事那晚 他拿着刀准备去警署杀掉郑末为母亲报仇 当他走到警署门口时 发现里面戒备森严 只好放弃伤害郑末的想法 紧接着 吴警官又进行一番提问 再一告诉他走廊里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吴警官沉默了 案发当晚 警署里的监控全都坏掉了 身边的警察正要说话 却被吴警官制止 随后他又询问 再一为何自愿来警署坦白一切 再一拿出当晚行车记录仪拍到的画面 有人用此视频威胁他 这是要向文州众案组举报 与此同时 韩周元正在和韩复一起吃饭 韩复劝他安分守己 乖乖回首尔任职 韩周元果断拒绝 这时被韩周元叫来的全检察官也到了 他将拍到再一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拿出来 并询问韩周元 再一是不是上次调查的暧昧女 韩复一脸疑惑 韩周元顺势了解自己想和再一搞暧昧 韩复听后勃然大怒 看到父亲的异常反应 韩周元不禁怀疑 父亲这么生气是因为不满意这个女孩 还是因为他和镇木的案子有关 韩复没有回答 而是命令他立刻回首尔 韩周元表示自己不愿做父亲的傀儡 被他召之急来 挥之急去 还要帮他夺取厅长一职 以韩复的本领和手段 完全可以自己解决 另一边 东直众人来到在伊店里 武警官发现东直和普正几没来眼去 怀疑他们隐瞒了什么事 在伊消失了三个月 这两人从没找过他 不仅如此 上次抓捕镇木的行动 也是他们领先警察一步 甚至连所长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在伊向武警官保证他去警署的事 没有其他人知道 说到这里 所长的表情怪怪的 武警官想知道镇木 是不是东直和在伊联手杀死的 东直笑着说 早知道镇木会死 他就提前动手了 随后 东直带着武警官和普正几去 看了那卷录像带 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这几天东直一直待在镇木家里寻找线索 可惜翻遍了所有地方也一无所获 普正几调查了当年镇木去工地干活的记录 发现他一直待在万阳 武警官听到后有点生气 这两个老朋友又瞒着自己偷偷调查 东直表示自己很尊敬武警官 也知道他在重案组待了11年很不容易 所以东直希望他继续做个手法的好警察 不去碰这些事 一旁的普正几很是无奈 同样是警察 难道他不用手法吗 两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 玩笑过后 言归正状 众人突然想起他们上学时期 普母曾担任学校理事长一职 私下里他一直把镇木当成下人对待 普正几想了想当年他们家没有施工记录 不过普母的另一块土地好像交给了镇木施工 那里是普正几普正几和东直的秘密基地 又验出事那晚 他们就待在那里 后来普母说那快递让普正几倒霉 于是转手卖给了李昌镇 一日派出所全体警员跑去那片土地上开挖 一向不合群的韩周元也来了 东直很好奇他回万阳的目的 韩周元不打反问 你会不会自首 当初东直说好会在破案后自首 后来却改变主意又说自己无罪 东直猜想韩周元这次回来是为了抓他 韩周元笑了笑 没有回答 就在这时 志勋在店里挖出了一具骸骨 众人纷纷跑去查看情况 现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因为在李昌镇所属的土地上发现了骸骨 武警官审讯他 李昌镇指出警方没有搜查令 贸然闯入属于非法行为 这时武警官得到消息 就在刚才 警方又发现了一具骸骨 武警官提醒李昌镇 如果不想出事的话 就允许他们搜查那块土地 李昌镇看着前妻严肃的表情 只好乖乖配合 紧接着 李昌镇收到普姆发来的信息 那块土地搜出很多尸体 此刻 警方已经封锁现场 所长向搜查科同事询问情况 经过最初的肉眼判断 没有发现符合幼业年龄的骸骨 更严谨的结果 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 东直失落地离开了 夜里东直去镇墨家的时候 发现韩周元也在 而且他正在看镇墨拍摄的那段录像 韩周元这次是有备而来 从东直上伤故意被拍 到丢弃李金花的手机 再到带着韩周元发现敏镜的断纸 东直很早就开始布局 想利用韩周元钓一条大雨 韩周元看了看坑坑洼洼的地板 认为东直做的这一切只是在作秀 紧接着 韩周元指出镇墨出事那一晚 有人给他看了小美帝死亡证明 又给了他余线用来自尽 偏偏这一晚警署的监控全都坏掉了 能拿到死亡证明的只有死者家属和警察 而小美是个孤儿 韩周元推断是东直推动了镇墨之死 他还表示东直发现了敏镜的断纸 却没有报警 因此做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 东直也是害死敏镜的凶手 韩周元打算离开时 他对东直说就算要作秀 也不要带上自己的老母亲 随后 东直去疗养院看望母亲 没想到却收获了意外情报 母亲迷迷糊糊地说道 镇墨不用施工 锅炉就那么放着吧 东直突然意识到施工地点不在镇墨家 而是在自己家 东直急忙赶回家 在地下室的墙壁里找到了右燕的尸体 尸体的手指上还带着他送给妹妹的戒指 那面韩周元躲在暗中 看到了所长独自走进在伊殿里 在伊似乎对所长有所忌惮 所长猛地抓住在伊的手臂 你去警署那天是不是看到我了 原来镇墨遇害奈晚 在伊看到所长进了警署 所以在伊并不是因为非法潜入躲了起来 他真正躲的人其实是所长 面对所长的质问在伊瑟瑟发抖 最终 在伊鼓起勇气询问所长镇墨是不是他杀的 还没等所长回答 重案组警员突然冲进了抓人 在伊以为他们是来抓自己的 正准备跟他们走时 武系长却绕过在伊 就着朝所长走去 原来他们要逮捕的人是所长 罪名是教唆镇墨自杀以及协助自杀 所长镇定自若地抬起双手 没有做任何辩解 与此同时 东直接到武警官电话 知道了所长被紧急逮捕的消息 随后 调查组来到派出所 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查 他们在所长办公室找到了证据 查看监控后发现有个身穿警服的男人 曾潜入所长办公室 将死亡证明和余线线放进保险柜里 而这个男人竟然是韩周元 至于镇墨之死是否和所长有关 韩周元的一些脸迷惑行为又是怎么回事 好了 本期的怪物第九集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